我们在制作这组雕像的时候 在前期制作的过程中 做了很多的综合和调整 为了使这一次的设计 能够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采用的是3D建模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全程在软件上面去进行颜色 以及形体的校对 本次制作的是雕像和我们的手办小样 一起同步来制作 通过前期多次的兼修 再通过手工的精细打磨和修整 能够达到最精美的一种标准 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雕塑上面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大块的高密度泡沫 去进行切削 然后再进行表面的处理 使整个形体的细节和质感 达到一种光滑和平整的效果 在实现完形体的雕塑之后 我们才会通过模具的制作 来进行整个形体的翻制 模具制作过程中 其实也难度很大 因为整个的雕像 每一个部件都非常的巨大 当模具制作出来之后 我们会在整个的模具的内侧 进行表面的抛光和打磨 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全程通过人的手工来处理 任何机械设备都无法实现到手工的这种精细度 模具内部的表面已经清理干净 打磨平整之后呢 我们会通过素质玻璃钢工艺来进行翻制 将我们的初号机的标准形态 通过玻璃钢工艺把它复制出来 形成一个空壳的形体 当我们翻制出来成品的白胚之后 通过前期的设计和规划 用钢结构来焊接整个内部形体的支撑结构 让它形成一种网状结构 然后在整个表面的形体形成一种强力的支撑 使它能够长久地摆放 甚至更加地坚固 我们要进行全面的表面处理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面都需要手工来打磨平整 每一条刻线每一个棱角都需要用刻刀来精细地雕琢 x2 可以